大家好我们经常的碰到贴合除炮完之后又反炮的问题 其实导致反炮的因素有很多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跟压力有关的反炮 盖板放到除炮枪里面 然后通过施加一些压力把它分解成无数个小气泡在OCA里面 但是有个点可能大家不了解 因为压力差的问题 所有的气泡除完炮之后它都会反炮 只不过是说有一些气泡 它在除炮的过程当中 它被彻底的分解成了无数个小气泡 就算它反炮了你也看不到 气泡它本身就是有压力的 在常态下气泡里面的压力是一个大气压 等于外面大气压的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气泡它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当我们把它放到枪体里面施加压力的时候 这个气泡在压力的作用下它就会缩小 盖板拿出来的时候 因为刚才施加了压力给它让它缩小 把它拿出来的时候 里面的压力就会比外面的压力大 所以它就会出现反炮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测试 我们发现这个压力越大 它就越容易把这些气泡分解成微小的小气泡 我们建议大家在平时在除炮的时候 尽量的把这个压力调高一点点 好了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跟压力相关的反炮 接下来我们会分享跟温度和OCA相关的反炮因素 如果你感兴趣请关注我们